大家好我是菜刀 很久很久没有给大家做视频了 今天也是抽空给大家做这个两个视频吧 然后的话今天我们看看 今天给大家做一个什么视频呢 咱们看一下我这个打开的这个界面 相信大家也应该能够拆个八九不离十了 因为的话最近的话 咱们三国沙国战的话 在online上 由咱们旧服呢更新了两个武将 一个叫李绝郭四 一个叫巡优 李绝郭四的强度的话 说实话感觉中等强度吧 不强但也不能说特别弱 弱化版的黄盖 但是有的有可能会让你 或者自己的队友触发两次这个乱舞 或者两次这个马腾的熊翼 不是特别强 但是看起来比较有意思 咱们今天呢主要给大家讲这个巡优 巡优的话 相信这个三国沙了 玩家应该都不会陌生 因为身份局的话已经出来了很久了 我觉得当初我刚开始玩三国沙的时候 这个巡优就是刚上这个 一将成名2012的一个武将 当时特别喜欢这个武将 因为在当时那个将 这个身份局的那个将框里面 巡优算是一个很强的武将了 这是一个具有忠诚属性的武将 因为他可以疯狂的棋测AOE 然后的话 但是咱们现在的话这个国战的巡优 跟身份局的巡优的话 它肯定是不能完全一样的 如果完全一样的话 一张牌就能骑测AOE的话 对于卫国来说真的加强太多了 所以说它这里面有一个描述叫做 你不能以此法使用目标超过X的牌 X为你的手牌 所以有人说这是什么意思呢 非常简单 就是说现在八任局如果你想骑测AOE的话 大家都知道你AOE的目标是七个人 对吧 除了你自己以外 那么你就得用至少七张牌 大于等于七张牌 才能骑测AOE或者万箭启发 如果你想骑测桃园结义的话 场上如果有八个人的话 就得至少用八张牌来骑测桃园结义 所以说非常简单 理解起来 你就这么去理解就行了 非常简单 如果现在场上有四个卫国 你想骑测一个以一代佬的话 就得至少用四张牌才能骑测代佬 对吧 如果你要骑测铁色连环 连两个人就得至少有两张牌 远交进攻的话 只需要一张牌 因为远交进攻这张牌的目标角色 只有一张 不只有一个 就是你被你远交的那名角色 好的 咱们这个是技能内视 大概的了解一下 至于的话非常简单 跟身份局一样 咱们不多介绍 直接进入主题 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局什么录像 这一局录像的话 是菜刀在直播的时候打出的录像 还是非常不错的 拿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看看这游戏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个选件框的话是有四个卫国 基本上这个寻优是必选 然后许英雄呢必定会放在主将 剩下的话 咱们 因为现在这个国战的话 怎么讲呢 许英雄加入国战以后 再加上这个三宫沙缸河区 然后这个路人玩家 选卫国的又多起来了 有时候卫国呢 又变强了 所以说咱们一般来说 玩卫国的话 就是奔放 不要怂 卫国怂的话 很多时候啊 是没有什么太多的出路的 只要有机会 咱们还是直接出来干 会比较好 那这样的话 我觉得许晃呢 是我觉得可能会比这个 邓爱和曹仁好一点 因为你副将放在邓爱的话 你也顺不了人 你囤一两个田 还没有来得及自粮呢 你这个寻入一棋色 就把邓爱给变了 就很亏 曹仁的话 怎么讲的 前期也不是特别适合去聚首 因为一旦这个前期 比如说有两三个市里 那个曹仁相当于白板的 你不可能蹲坑 让自己翻面一回合 所以咱们选一个徐晃 徐晃比较好的是什么呢 徐晃可以把你自己的手牌呢 就是在前期你出来的话 可以把你手上的废牌呢 都给用出去 用完以后呢 剩下的闪啊 什么的没有用的装备啊 什么的再去起策 这样的话会比较赚 好的 那这样的话 咱们选择一个寻入徐晃 这是一个我比较 建议的组合 非常不错 强度非常不错 看这一局到底发生了什么 二倍速 寻入徐晃 二号位 刷一下 哎 刷了一个AOE非常不错 因为咱们二号位的话 是很可能会抢到先驱 出来奔放的 咱们有一个AOE 可以召唤一波大卫国 哎 这局大家注意一下 长相两个四血武将 剩下都是三血武将 都是三血武将的话 就意味着什么 就意味着一旦有大卫国 你是用AOE 是可以轻松召唤出来的 没有大卫国 那就意味着全是三血脆皮 也是很容易被咱们这个 骑手这个 在他们没有调整过 手牌的情况下 直接被他们 直接被咱们击杀掉的 对不对 这样的话 这个一号位呢 骑手没有抢先驱 看了眼八号位的这个身份 然后放了个大象 那不好意思 我肯定要抢先驱 这个直接置于亮将 下加这个掉鞋 这个三血不卖 正对门六号位 也三血不卖 七号位也三血不卖 八号位也是没有掉血 但是不知道是什么身份 咱们呢 直接双亮 这个重铸一下 不要先吃桃子啊 注意一个细节 因为寻用的技能已经修改了 也许咱们 要骑测AOE或者什么的 这个你吃了桃子牌 可能不够用了 国家亮将 给了咱们这个一张闪 这样的话 咱们的手上有八张牌 咱们的手上有八张牌 大家注意一个细节 八张牌的话 骑测AOE是多一张的 你是说你这时候 可以吃一个桃子 骑测一下 那我觉得挺亏的对不对 然后咱们还是这个 用一张牌吧 想来想还用一张决斗 决斗一下这个人 因为这个人是两起的 剩下这几个人都是三起的 咱们可以直接骑测AOE 七张牌直接骑测AOE啊 这个下架吐槽 我们为什么不先杀一刀 我们这个 先杀一刀的话 牌就不够了 这个张角 怪不得他想让我们先杀一刀 他这个张角 想雷击我们 然后五号位呢 制造这个人物技能 也是这个帮这个人解释了一下 AOE 这个收掉了张角 卧龙被打的一斜 孙权孙策阵亡 六号位被打的一斜 这个徐黄的话 咱们还是不想变啊 因为咱们还没有兵一拨 挂上两个装备 先须看一眼这个 这个非三血不卖的 这个案件员 这个蔡文基 咱们杀一刀这个助量 看他们的杀死 哎 红杀杀死他 这样的话 咱们可以把他们都冰上 留一个杀 留一个杀 因为毕竟回合外杀的话 也是一张防御牌 尽量留一张杀 万一有貂蝉啊 或者说 有决斗的话 还是可以防一防 尽量还是不要 就是说无脑去空城 而且你青钢剑挂在身上 说不定会被戒刀 也许对面没有距离 你挂个青钢剑 被戒刀了 对吧 咱们还是稳一点 这个是个吕布蔡文基 这时候呢 六号儿亮了一个 鹿香香 当然这两个变档 都添过了 还是非常难受的 这个鹿香香很可怕呀 夺势夺势 还好鹿香香 好像没什么锦囊的样子 虽然有两三个装备 但夺了半天 都是基本牌 还真的有个借刀杀人啊 真的有个借刀杀人 九杀 国家有闪 还行 国家这个没有被九杀 击中 要击中的话很危险 我没有桃子 国家也是运气不错 天渡了乐不思蜀 五号跟六号 天渡了冰蓝村断 国家天过了乐不思蜀 感觉大家运气都差不多 要是国家杀一道路 看看能不能杀死 能不能杀死 有没有桃子 哎呀 没有桃子 就非常的精妙 国家 哎呀 国家开了一个至关重的 桃园记忆啊 因为我们两起的话 比较危险 回到三起的话 就比较 就比较难被一轮击杀 只要咱们不被一轮击杀 咱们就容易开这个桃园记忆 或者说 开远交进攻 去找防御牌回血 哎呦 上家还是一个暴力的组合 黄盖丁峰 黄盖丁峰的必较存在就中了 黄盖丁峰表示 我怎么没有那么好的运气 开个无中生有 国家打了一个无血口机 表示不让开 那么黄盖苦肉 有没有距离 没有距离的话 就只能浪费一张牌 奋训我 奋训我一下 决斗我 那决斗我 我肯定要跟你拼杀的兄弟 对不对 那这样的话 你敢跟我拼杀 那你就空城了兄弟 尴尬不尴尬 尴尬不尴尬 咱们的话还是继续去兵他们的 兵上他们 我起策一个远交进攻 咱们还是继续兵 咱们不要出杀 有人说为什么不要出杀呢 就因为咱们看过 现家是个蔡温记 出杀一旦杯葛一个黑桃的话 太难受了 咱们看过蔡渠 而且咱们多了点手牌 下回合也许咱们会起策 这个桃渊记忆什么的 对吧 原来这个群运 这个郭家还是个群运啊 这个郭家 那早一点不出来 这个群运说实话还是非常强啊 群运郭家 他是可以帮助咱们补好多手牌 咱们可以 这个有的时候可以无损卖血 对吧 杀一刀郭家开个桃渊记忆 都是可以的 郭家杀一刀黄盖冰凤 然后这个被杯葛 梅花 这个黄盖冰凤的话 两起一手牌 很尴尬啊 这时候他如果 这个苦入掉两张杀的话 咱们其实还是有一点点危险 但是他吃了个桃子 那我表示就稳了 你既然敢吃桃 就证明你没有两张杀 你没有两张杀呢 我们就死不了 但是他有两张杀 咱们也不一定会死 因为有可能会质疑到一张闪嘛 这样的话 这个牌的话 咱们可以放个万剑启发 群运的话 可以给自己解命一下 然后给咱们一记 分点这个对他来说 没有用的牌 对于咱们来说 都是有用的 因为咱们要棋色 桃源结义的话 牌可能会不太够 杀一刀 这局里咱们这个 就一直没有用这个变将啊 没有用这个变将的操作 因为确实不需要啊 因为徐晃的话 是比较克这些人的 咱们就一直没有变将 这样的话 咱们跟郭家就完成了一波 怎么讲呢 说2打6吧 我感觉不夸张 因为这局里 确实是2打6的 因为对面确实没有任何的内耗 真的是没有任何的内耗 就对吧 这寻优真的是 骑手手上有一个真正的AOE 然后抢到先驱以后呢 因为手牌比较多 那么你放一个AOE 然后你再骑侧一个AOE 那对面就很危险了 尤其是这些三血脆皮 对吧 当然这局尤其1号 为一个黄盖 骑手助攻了一下 骑手他按着开了个AOE 相当于三个AOE 那么这些三血脆皮呢 真的都扛不住呀 这局录像的话 就给大家带到这里 菜刀呢 也是讲解的比较快啊 也是这个 也讲的没有那么细 希望大家也是能够见谅 如果大家有这个 谁有这个喜欢看直播的话 可以去咱们这个某鱼啊 这个菜刀每天都有直播 这个160504房间 去看我的直播 如果大家这个 要是这个就是说 有什么打的比较精彩录像 也是可以发到我的KQ邮箱啊 进行投稿 好的 咱们下期视频 再见